这是一台录音机Zoom PodTrack P4 和Zoom H6一样有4录麦克风输入 和H8一样有4颗音效电 这样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不过PodTrack P4有4录耳机输出 而且可以连接手机进行实时连线录音 可以K哥直播 各位好 是赵军 这里是赵军日记 如果你再找一款小巧便携的直播声卡 访谈节目的录音机 可以好好看一下下面的内容 众所周知 Zoom出了很多的录音机 大多我们都很熟悉了 从H1到H8 接口越来越多 功能也越来越强 像H系列的最新型号H8 接口众多 一个设备可以连接大量的外设 进行复杂场景的录音 不过现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很多应用场景都有专用的器材 比如说Zoom PodTrack P4 就是这样的一台适合访谈直播使用的录音机和声卡 其实使用录音机也可以进行访谈节目的录制 播客录制 不过可能比较麻烦 或者是还需要借助一些外部的设备 比如说录制播客或者是访谈 如果使用H8的这个播客的这个APP 可以连接四个麦克风 可以连接外部设备播放音乐 有音效电 那一切都好 只不过H8的耳机输出呢 只有一个 如果你让所有嘉宾都能监听的话 还需要外接一个耳机分配器 而且H8呢 是不可以进行实时远程连线的功能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台 有多个麦克风接口 有音效电 多录耳机输出 可以连线的设备 Zoom PodTrack P4就是一台这样的器材 使用的时候呢 非常简单 只需要把麦克风耳机和手机都连接到P4上 插上存储卡 按这里就可以录制了 Zoom PodTrack P4和iPhone 12 Pro Max 看上去呢是差不多大小的 属于比较便携的录音设备 顶部有四个卡农接口 可以同时连接四支麦克风 面板正面的上方 四个旋钮可以调整四路输入的音量 每个旋钮的下方呢 有一个输入源的选项 第一路和第二路是动圈麦克风 和48伏幻象电源的电容麦克风选项 第三路还增加了一个手机的选项 第四路增加了一个USB接口的选项 通过这个选项呢 就可以连接电脑平板电脑或者是手机 而且可以把P4作为声卡使用 继续往下看 这四颗是静音按钮 可以让这些输入源一键静音 机身底部是四个3.5毫米的耳机接口 机器下方是四个旋钮 是这四个耳机接口的音量控制 Zoom PodTrack P4中间部分呢 有ABCD四颗音效电 点按可以播放机器内置的音效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自己准备好的音效和音乐 这颗旋钮控制的就是这四个音效电的音量 这里是菜单键 录音键 停止键 播放键和暂停键 那在进入菜单之后呢 这个按钮是向上 这个按钮是向下 这个按钮是确认 返回上一层菜单 按这个键就可以了 机身中部有一个小屏幕 可以显示录制的图标 录音时间 电池电量 各通道的录音电瓶 总输出的电瓶 下面是录音指示灯和播放指示灯 机身的右侧是开关机键 这两个插孔呢 可以插入另购的蓝牙模块BAT-2 实现手机的蓝牙连接 不使用BAT-2蓝牙模块呢 也可以另购一根3.5毫米的TRRS转TRRS的音频线 实现手机的有线连接 机身左侧是SD插槽和两个USB Type-C的接口 不用电池的情况下 这个接口连接充电器就可以供电 如果需要连接电脑当作声卡 这个接口连接到电脑 平板电脑或手机就可以了 Zoom POSTECH P4有麦克风接口 手机接口 平板电脑和电脑的输入口 可以连接动圈麦克风 电容麦克风 iPhone 安卓手机 iPad 安卓平板 Mac电脑 Windows电脑 上述的这些设备都能成为音源 比如说四个人的访谈节目 上面可以同时连接四支麦克风 或者是一二四路连接三支麦克风 第三路连接手机播放音乐或连线 也可以用第一二两路连接两支麦克风 第三路连接手机连线 第四路连接电脑播放音乐 连接麦克风的时候 在这里可以选择是否加载48伏幻想电源 可以动圈麦和电容麦混用 连接手机需要从3.5mm的音频接口输入 连接电脑需要从USB Type-C接口来连接 Zoom PodTrack P4有四个独立的3.5mm的耳机监听接口 可以让现场四个人都带着耳机监听 这点非常好 P4是超级紧凑的小型设备 所以没有Lineout的接口 但是提供了一个USB Type-C的输出接口 可以连接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 Zoom PodTrack P4的菜单超级简单 一级菜单是文件 音效电 麦克风设置 文件传输模式 设置 再来看一下二级菜单 文件里面就是本级SD卡录制的内容 音效电选项里可以设置你想要设置的音效电 里面有选择声音 播放模式 音量电瓶 麦克风设置里面有低切滤波 这里是默认开启的 还有限制器 默认也是开启的 开启了这两个选项 在不那么安静的环境下 也能录制相对安静的音频 而且这对于没有录音经验的小白来说 即便一不小心说话的时候 音量过大 也不容易产生爆音 文件传输模式下 你可以认为P4就是一个读卡器 电脑可以直接访问到SD卡里面的录音文件 最后一个是设置 这个选项是K歌直播和连线直播的关键 当使用电脑或手机直播的时候 通过USB Type-C接口连接电脑或手机 USB mixminers选择on或者off 电脑或手机播放的音乐 比如伴奏可以选择是否回到电脑或者手机里面 这样就可以确定是否可以K歌直播 这是这款Zoom PodTrack P4最强大的地方 下面是日期和时间的设置 屏幕对比度设置 电池种类设置 省电模式设置 SD卡格式化和测试 回到出厂设置 PortTrack P4底部使用两节5号电池就可以供电 这很方便 不过你使用的如果是电容麦克风录制 在开启48V幻想电源的情况下 耗电会很快 建议使用左侧的USB Type-C的接口 外接充电器或充电宝来供电 当然当作电脑声卡使用的时候 使用这个数据接口连接电脑就可以了 P4就不需要考虑供电问题了 P4可以插上SD卡直接在本机录制 很强大的一点就是 本机录制的文件包括每一轨的分轨文件 和合成之后的混音文件 当作声卡的时候 无论是连接电脑还是平板电脑 以及手机的时候 都只能输出立体声 不能输出分轨的录音 这点和H8还是有区别的 H8当作电脑声卡的时候 是可以输出多声道的 OK 现在就把一支动圈麦克风 罗德的PodMac和一个电容麦克风 NTE同时插在P字上 那么现在动圈麦克风 PodMac的录音效果 就是大家听到的这个效果了 这个声音比想象当中要安静 这里和P4内置了低切滤波和线浮器有关 比如说在家庭的环境当中录音 屋子里面开了换气扇或者是空调之类的设备 就会产生一些嗡嗡的声音 或者是一些恒定的低频 滤波器就可以有效的抑制这些声音 我们现在再来换一个电容麦克风 现在听到的是电容麦克风 环境就立刻的安静了一大节 而且声音也更加细腻 明显比刚才的这个动圈麦克风更有质感 不过想获得这样的声音的前提是 你所在的这个环境必须要安静 因为电容麦克风的很灵敏很小的杂音都会被录制进去 Podtrack P4是一款专门为播客录制 访谈录制 K歌直播设计的录音机和声卡二合一的产品 如果是上述的应用 对移动性要求比较高 希望用最少的设备就能完成工作 Podtrack P4是特别合适的工具 虽然上述的工作用调音台或录音机也能完成 但流程都比Podtrack P4要复杂 而且设备也要更大 有的时候甚至还要连接很多的外设 才能完成这些工作 Podtrack P4是一款极致简约的录音产品 如果单纯是录制环境音 或者是一个人的纯语音 不需要背景音乐或者是与其他人连线 那么普通的录音机就可以完成 录音机的功能甚至还会更强大 如果需要多人对话通过手机连线 每个人都需要监听 Podtrack P4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我是赵俊 这里是赵俊日记 如果你对于播客的录制或者是直播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于你有帮助 求关注求转发 收藏点赞弹幕走一波 这对我非常重要 如果你也喜欢短视频 热爱旅游 热衷记录 生活点滴并且希望把它们拍成Vlog和短视频 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始 想怎么选购器材 怎么剪辑视频 欢迎阅读我的新书 Vlog短视频拍摄与剪辑 从入门到精通 我为这本书拍摄了50个视频 用手机扫码就可以看 这本书是写给零基础的小白和进阶玩家的 只要看粗体字就可以快速读完本书 对于哪个章节感兴趣 只要精读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短视频创作其实一点都不难 希望你的Vlog短视频创作之路由我相伴 我是赵军